美航母再次出动,又一国军队进入叙利亚,这回俄军麻烦大了。 原标题,美航母再次出动,又一国军队进入叙利亚,这回俄军麻烦大了。 在接连收复东谷塔,拉斯坦和大马士格南交之后,旭军控制区内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叛军,并且巴萨尔政府的底气也越来越强硬。 上月底许军重新制定了先男后辈的战略,集结了包括第四装甲石、共和国卫队、第十四特战师和老虎石等精锐部队,开赴了苏伟达、格拉和蓄意边境地区,打算一鼓作气消灭南部的所有叛军。 由于南部的叛军大部分都得到了美国的支持,显然对于旭军的军事行动,美国不可能坐直不管。 当旭军将主力精锐部队调往德拉后,东部戴尔祖尔等地区的极端叛军,则趁势对旭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,并且攻势也非常的猛烈。 虽然旭军成功击吹了极端叛军的多次反攻,但自身也付出了大量人员和装备,甚至在阿乌卡迈勒战斗的第一天,旭军便损失了两名高级指挥官,另有多辆坦克和装甲车被催。 与此同时,位于坦夫山美军基地伏击的叛军,也悄悄进行了大规模集结,准备撑去军兵力空虚之际,进攻巴尔米拉和哈马。 另外为了防止许军在南布德拉的军事行动,美杜鲁门号航母战斗群也再次开赴了东地中海,并且大量美海军的F-18舰载机也频频升空,空袭哈赛克和戴尔祖尔等地的极端叛军目标。 当前库尔德武装正与极端叛军在叙利边境地区发生激烈交战,而为了尽快在叙利边境地区的战事中获得突破,美军也加大了对库尔德武装的支持力度,甚至大量美军特种部队士兵也直接参与了战斗。 虽然美军对库尔德武装提供了很大的支持,但由于库尔德武装的战斗力较弱,因此,在与极端叛军的交战中,库尔德武装并没有占到多少便宜。 从目前的叙利亚局势来看,库尔德武装将成为俄旭日后的大麻烦,其实库尔德武装不仅得到了美军的支持,而且法国也派遣了数百名士兵,甚至6月13日也有50多名意大利士兵,进驻了美军在叙利亚的基地。 而越来越多的外国军队进入叙利亚,对俄旭来说都将是一个大麻烦。